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今18日明两天,东北风逐渐减弱,转为偏东风,各地晴朗稳定的天气预计可持续到下周一,唯要注意早晚偏良及空气品质,下周二再有一波封面报道,造成天气转变。 中央气象局预报,明天各地得为多云持情的稳定天气,但台湾东半部地区尹封面有零星短暂雨,午后中南部山区偶有零星短暂雷阵雨。 温度方面,明天各地早晚天凉,北部及东半部低温18-20度,中南部低温20-22度,白天温度明显回升,北部及东半部回暖至27-29度,中南部可达30-31度。 天气风险公司指出,今明两天仍要留意南海附近有一些浅薄云系和水汽,可能随着中高层气流飘到台湾,有零星短暂震雨,不过即便下雨,雨势也不会太显著。 此外线方面,明日新竹以北地区,台东地区,连江线此外线达过量级以上,外出注意防晒,补充水分,上午10点至下午2点,最好不在列日下活动。 空气品质方面,高屏地区为红色景视,竹苗中部,云嘉南,马祖,金门地区为橘色提醒,北部,宜兰及澎湖为普通,花东地区则为良好。